Thank you very much, Professor Fan. I think in the discussion, we have to clarify your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participation with Professor Bart, because I guess you have different approach. 可能我們討論的時候 也需要多討論參與幾個字的定義 好像范老師跟年齡老師的定義不太一樣 那下一個研究組是張國慧老師 他目前是台大政治國家發展的助理教授 我剛剛有介紹你台大學 謝謝主持人,各位來賓 剛剛主持人有提到說 但大家都很喜歡問說 為什麼法國的核能超過75% 甚至快到了80%的核能發電 那我覺得某一部分是想要回答這樣子的問題 回答這個問題之後就會發現 看看是不是這樣的答案會對我們東亞 或者說幾個國家有一些想法 但是這個可能是我的詮釋 我的解讀 那回答這個問題之後 可能對東亞的發展可能 我個人是覺得可能那麼樂觀 就是說可能科技或可能發展會有所改變 那如果要回答說法國的核能超過這麼多 或許可以從二戰之後 你可以看說二戰之後 法國大概是跟其他很多新興國家一樣 其實日本、韓國、台灣在二戰之後 出現了一些民生機構或是科學研究機構 那法國也不例外 那他那時候有兩個主要 主要可能發電 第一個是法國電力公司EDF 那另外一個是他們的原子能委員會 叫CEA 那這一位歷史學 就是說歷史學家 等一下或是把ESH 我不太清楚怎麼答應了 就是說他怎麼看這個EDF 他看EDF是說EDF 它是一個比較國有化的一個機構 意思就是說他要強調經濟成長 它是一個公共服務的一個機構 所以他希望他提供便宜的電力 然後促使法國經濟法國 那他也希望說他興建核電廠 或是電力設施的時候 那興建設費用很多 我們希望說這些費用都可以 不同的民間機構都能參與 然後整個促進法國的一個經濟發展 那原子能委員會 那他的想法跟電力公司 也是蠻接近的 也是希望有經濟成長 但是這位歷史學家 他還說他是國家主義式的 就是說他除了經濟成長之外 他還希望是有國際的政治 軍事的地位 透過核能的話 如果說發展和電 所以他們就是在做反應爐的設計 就是說 主要還是原子能委員會 CEA這邊在主導 但是EDF也有很多 很重要的核電的反應爐的工程師 他們一起合作 那他們因為剛剛我講過 他們在share一些相同的東西 那就是要促進法國國家的意義 所以他們就想說是不是能夠自行開發 另外一種 一種就是他們自己的一個反應爐 叫做氣冷石墨 就是用 煙化碳冷卻 然後用石墨當作總界者 在核分裂的時候當作核分裂的總界 那使用這一個反應爐是說在討論 他們是要用天然柚還是濃縮 那使用天然柚對法國會有些好處 就是說 天然柚的話 因為法國本身跟他的一些牽制民國家 大概都有天然柚 它可以直接 柚的供應可能比較沒有問題 那使用濃縮柚的話 就會變成是 大概就要從美國來 那他擔心被美國控制 那法國又覺得自己如果蓋一個濃縮柚的工廠來濃縮 哇 又滿貴 所以用一個天然柚 可是那時候 這個是那時候的一些說法 那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說 就是CEA原子能委會 剛剛說過他有軍事上的目的跟政治上的面地 所以他希望 又不只能帶來熱能帶來電力之外 他還希望是 那個又可以在他核電的發電的過程 能夠生產固出來 那固大就曉得是要製造原子彈 所以他們的核電的那個反應爐就是長的 跟其他的反應爐相當的程度也不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一般來講就是說 燃料棒通常不太會是油左就是橫向的放過去 那通常都是油上一下或油下上這樣放過去 那他們的燃料棒是這樣子的放過去 那放過去之後呢 它也是小量的 那它就是說好像有一個像一個rotation 就是說輪動的機制 就是說要把燃料棒放進去 把液拿出來 那這個是為什麼呢 就是說因為布的產生是需要在右核分裂的初期 所以它不希望核分裂太久 所以它核分裂太久的話 那可能布就沒有辦法出來 那當然它還是為了熱能 就是說要發電 所以它希望就是說 這個整個反應爐的 就是說它的運作 不會因為它要快速的進去 燃料棒進去之後 取出之後 它那個效率會降低 所以它就一直放進去 一直放進去 所以有一個看起來有點像是一個就是左人手槍或什麼 就是那種設計 就是一個一個跟在運輸上去 那另外一方面EDF 就是法國電力公司 他們的燃料的反應爐 基本上跟其他的就是基本架構上是蠻像的 只是說它還是用氣冷石墨 不過它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它那個燃料棒顯然是放比較多 它希望做一個很大的 就是比較大的核電廠 因為核電廠 比較大的話會比較有效率 發出來的電會比較便宜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還把那個熱力交換的一個系統 蓋在同一個建築物之下 它不希望熱力交換系統放在太遠的地方 意思就是說 它希望這個反應爐就是說 以發電為主 那他們也希望這個燃料棒放在裡面 放越久的話 能夠擷取熱能越多 然後有效的利用 所以是比較經濟性的看法 那這位歷史學家開始 它就是說CEA跟DEF 當然它不只是公司或一個委員會 它基本上它是說它是一個科技正題 那怎麼說呢 因為它就是它幾乎是說 這一個反應爐看起來好像是會有不一樣的設計 但是實際上反應爐牽涉到的是一個整個產業 後面有剛剛我們看到的 我們第一位講者提到說 它核廢料怎麼處理 然後核能源 就是說又原量怎麼開產 所以這是一系列的產業 那也牽涉到外交 那就是說他們跟其他國家的關係 那這位作者他大概就是講說 那科技其實某一程度就是政治 那工程師其實就是政治人物 因為他就在想 特別是對CEA的工程師來講 那CEA它是在1950年代有這個構想 是希望透過核能發電 順便把布給提煉出來 但是那時候的法國政府其實並不知道 並不知道這個事情 那1960年代其實大家也都知道 那是一個和平運用原子能的時代 所以為什麼這個作者會覺得它是一個政體 就是說因為工程師他本身 他自己本身不是因為受到政治人物的起爆 或是受到政治體制的要求 是他本身自己就覺得 我如果可以提供一個布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那以後你要不要用或政府要不要用 都OK 但是我提供政治可能性 那意思就是說工程師他自己本身 就有很多的政治想像 那CEA跟DF他們都share很多 共同的這樣子的政治 但是在共同之下他們基本上是有點差異 差異就是說他們在建造這個核電廠的形態會不一樣 他們基本上都希望在法國人自己來建 那但是CEA他因為某種程度在 他是早期組成的時候是有比較多社會主義的想法的人 的科學家組成的 他們是希望最好核電廠就有單一一個 一個廠商或一個組織來形建 因為你一個新建的話可以避免掉很多 就是說競爭上啊 或者說資本主義上面一些的成本 或者說這樣子的會可能會導致一些問題 那DF很不一樣 他比較資本主義信仰 就是說希望能夠把核電廠都發包給不同的廠商 讓不同的廠商來做 那大家一起合理 那他這個有一個也是他的信仰 就是公共服務 他希望把那個核能發電的經濟動能帶到全發過去 那所以他們對國家利益的詮釋就會比較不一樣 DF就是比較談是談競技 那CEA就是除了競技之外還有談軍事 那他們兩個之間這樣的不一樣到後來就變成是一個 會有一個競爭出來 那這個競爭出來就是說 像EDF後來是在旁邊度後來上了任之後 1969年上了任之後 他就因為旁邊度他就是比較認為法國的國力 或者說法國在國際世界上的角色 還有法國如何競爭是透過國際經濟網絡參與 我如果跟其他國家越有聯動性 我在經濟能力越強的話 其實越能彰顯法國的力量 所以這時候剛好六零年代 美國的廢水式反應爐開始想要外銷 那其實他之前就想要外銷 但一直被EDF跟CEA一直擋下 那EDF後來有一點就是覺得很吸引的 因為從美國買到來的話 新建的這個新式的反應爐 美國式的反應爐之後呢 會比較便宜 新建比較便宜 維護也沒有香氣的瓷磨這樣的困難 那運作上會比較淡純一點 那CEA當然就是 因為他的軍事目的有政治目的 所以他比EDF更強韌一點 想要反抗這樣子的 他一直覺得說國際政經關係的自主性 特別是法國的軍事政治地位是更重要的 所以他們使用技術能夠獨立 那他不使用美國東西來法國 不一定可以用 他也擔心法國的科技能力 會慢慢的被這樣子的情形消耗掉 不過後來還是美國的薪水是滿如受到的青睞 那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一個政治上輪跌 就旁邊杜接任戴高樂之後 那戴高樂帶了之後他是軍人出身 那他那時候對CEA 可以提供布的這個政治可能 他非常的覺得有吸引力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在1959年 這個氣冷石墨的一個反應爐 在這個地方就出現了一些問題 那EDF是覺得這個氣冷石墨反應爐 真的是設計實在太複雜 比較麻煩 就是覺得這個可能是一個 可以我們換成美國的反應爐這樣子 那不過很重要的兩個原因還是在於一個新式的反應爐出現 那CEA其實他自己也知道是說 如果用美國可能會比較便宜 不管發電效率或是什麼 那對CEA也某種程度也有吸引力 但是後來比較關鍵性的角色是說 有一種新的反應爐是快要實現的 而且是法國人可以自己知道 這個對法國的工程師很有吸引力 這個是新的就是法國的科技 那準備要跳入到另外一個階段 所以CEA就決定說 是不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好吧那就先用美國的好 那所以在石油危機的時候 一開始EDF推了四個反應爐 就是每次了之後 石油危機的時候就很快就跳成13個 那一個更有趣的現象就是說 如果今天根據這個作者說 如果到法國去問法國的人 就是說美式的那種 核電廠或反應爐的工程師 他們還會說 他們不會說是美國 就是法國人 因為他們把法國化 就是他們把在地化 或者說他們花很多心力再去修改它 或者怎麼樣 所以他們就是說法國的東西 對法國工程師某種程度 就是說這種政治信仰 其實是很 有一個程度是高於技術上的信仰 所以我想可以給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故事 我的詮釋 就是我在這邊說的就是 那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究竟CEA跟EDF他們到底這種政治 然後其實某種程度來講就是說 雖然他們是工程師科學家 但是他其實一直不斷的生產 很多種的政治的論述 那一開始就是說 我要為了法國的經濟利益 那也要為了軍事利益 那各種的就是說 不同的論述 就是他其實政治性格很強 他主動的想要提供政治可能性 那其實更有趣的一點就是說 在後來CEA決定要還是 跟EDF就是法國電力公司 站在一起的時候 那原來在氣冷磁末反應爐 法式的反應爐 和電廠工作的這些員工 就出來抗議了 抗議是說怎麼這樣子 switch之後改變了之後 我們可能會失業什麼之類的 那CEA的就經過還寫了一個報告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政治的貴政治 科技的貴科技 比如說 既然這個科技比較先進的話 那我們就用這樣子的科技 那其實這樣的說法 其實可以說是 其實是很政治的 因為他從頭到尾 就是他的高層值相當的政治性 那在採用核能之前 他就有政治性的相當 這些科學家跟工程師 那採用了之後 然後他還提供政治可能性的論述 所以對東亞的幾個 就是說使用 像中國、台灣、日本、韓國 那其實我們這些機構 或者說政府體制 也是他們就會一直有政治論述出來 就是說 那我覺得這個政治論述是蠻單向式的 這個單向式的就是說 我們要發展 那發展的方法就是 經濟成長 國際地位提升 那要怎麼做這些事呢 就只能透過新科技 那這個看起來好像是還蠻 就是說蠻可以理解有邏輯性 但是我們要講就是說 透過發展 那發展的定義 不一定只有經濟成長跟國際地位提升 那你如果要經濟成長 也不一定要透過新科技 那你如果透過新科技的話 其實新科技或科技 對於政治人物跟工程師 都是非常好的一個 政治規避的手法 那怎麼說呢 因為政治人物他們 就是說解決發展的困境 最好的方法就是科技 那為什麼呢 因為科技它可以 本來就可以帶動一些產業或什麼 看起來還蠻不錯 但是它其實暗藏一些重要的選擇 它不用跟你講 譬如說外交 或是軍事戰 那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其實就是如果發展失敗 那就是科技的問題 那其實跟人是沒有關係 跟政治人物是沒有關係 無論它是成功或是失敗 這特別是失敗的時候 所以 就是我在想說 是不是我們的發展 比如說對台灣的未來發展 是不是只有產業提升 或技術的提升 如果我們是這樣子的想法的時候 關於技術沒辦法錢 或技術是怎麼樣 那這個就是技術的問題 其實跟人是沒有關係 這是不是一個政治 規定的一個說法 但是這個說法 更重要的是被大家所接受 就是很單向式的 這樣子的一個路數這樣 那我想第二個可能可以的啟發 就是說 其實談這種大型科技系統 其實很早科技史家 就有在談 那一些概念就是說 像無縫網路啊 也就是說 政治經濟社會 其實因為科技的關係 某些大型科技系統 其實是整個結合在一起 很難把它拆開來影響層面 但它更重要的是還有一種 就是momentum innovation 就是說 一旦啟動了之後 你很難把它拉回來 就是說 一旦我們決定要幹何事 或者說 你決定要使用很能延長 就是說 即便是要延長廚藝或什麼 都非常非常的困難 就是因為這個監測的利益太大 那無縫網路就是太大了 所以一旦動起來了之後 很難把它拉回來 那我覺得法國這個例子 我想可能給也啟發另外一個 就是說 它不只是這樣子 它不只是一個有個驅動力 因為我們拉不回來 它根本就是還是一個政體 那我要講的政體就是說 它其實是 就像是另外一個政府 不是另外一個政體 那自由民主政治體是可能 就沒有辦法去對它有所要求 因為為什麼 因為很多的政治可能性 本來就來自於科技 就是從法國這個情形來看 就是說 你發展的科技 經濟成長的科技 或軍事的科技 就是來自於科技 你怎麼可能還可以去查科技呢 那 在這樣的情形下 私營情形下 所以就會有很多現象 即使是在自由民主制度 我們說在法國 或者說我們現在在福島之後 這些情形 自由民主政治制度 根本就沒有辦法 也不是說根本就沒有辦法 就是說很難去抵抗封閉的情形 就是說這些政治論述都是高層在右述 那還有隱瞞的情形 就是部這個要收集 那還有欺騙的情形 就是剛剛我講的 就是這個 CEA對抗議員工的一個做法 那當然還有五支 五支就是說 自由民主政治制度 很多時候裡面的 我們不要說是一般的大眾 其實連領導人在上次 就是說 薩克吉跟赫雅爾 就是說他們在競選總統的時候 就是說 有媒體的問他們說 到底現在法國的 和能發電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那他們兩個人都回答錯誤了 那一個是說17 一個是說五支 那17是稍微有點道理的 就是說 其實是不是和發電是說的總能量 就是說包括16 其實是17沒有錯 但是 像薩克吉回答百分之五 就是根本就是 不曉得他根據是什麼 所以說 很容易造成 大家都沒有辦法去理解這個現象 那我們就在想說 那 譬如說東京電力或台灣電力 它是不是也是會變成一個政體 就是說它根本的自己提供政治的可能性 它在跟另外一個政府做一個 就是說跟政府之間有一個制衡的關係 就是政府可以制衡它 那大型科技系統裡面 我們知道從Winner的研究是說 它本身就有一些內生的政治特質 也就是說 如果是在航空母艦或是說 在核電廠裡面工作 大概在這種大型的機構裡面 是沒有辦法什麼的 所謂彈性管理啊 什麼民主制度啊 那大概一定要成績解枝 就是無可避免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從法國這個看起來 或是說從福島的情形來看的話 就是說 其實是非常難以治理 甚至 我不曉得會說到是不可治理 因為這些政體本來自己就在生產政治的可能性 那領導人其實還可以更可以更 這樣子的方式做一個切割 那就是說有民主體制可能失禮 那更何況還有 也很有可能會有一些 所謂最近就是說在談科學私有化 就是說它變成了政體之後 它不僅就是說提供政治論述 提供政治可能性之外 它還把科學當作是它自己的東西 把它吸納進來 也就是說 前一陣子可能有日本或台灣一些科學家 去來做調查 那台電的馬上反應就是說 你的儀器或者 你的採樣有問題 那種種這些就是說 只是要釋放一個訊息 就是說你是不科學的 就是說我的東西才科學 你的東西是不科學的 所以這個變成一個政體之後 它已經慢慢的演化出 會有越來越powerful的動作 根本就是有可能把科學當作是 自己的工具 自己的武器 當它面臨其他的科學 或其他科技的時候 它是用不科學的方法來對待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從法國這個來看的話 有一個我覺得可能我們必須未來要更加發揮更多的親信的方法 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對我們的核能史 東亞這個幾個國家 做更清楚的法術 更多的理解 那這個理解我覺得裡面是會有一個目的 就是說 最後一個就是說 雖然我們知道可能像南韓這樣的情勢早期 或台灣都是發展可能是為了恐怖政權 但是我們要知道說從法國這個情線來看 現在的台灣或是南韓或是日本科學家 但是它其實可能很可能跟六七年代法國科學家一樣 他們已經不再也成熟於政府體制當中 他們根本就有可能發展出像台電東電這樣的政策 它是自己可以創造政治科技 所以核能不只是一種技術 但會有一個政治的東西出來 那其實最後一個啟發 我覺得是這個作者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那我們談的這些核能啊 核能系統啊 他講就是說 就是回答我最前面的一個問題 我為什麼能夠有80% 那這邊我可能沒有辦法談太多 但是簡單來講 他是說這有一個更深的一個脈絡 這個整個脈絡就是說 幾乎科技對於法國認同是可以的 就是說非常接近的 那這邊我提幾個例子 就是說科技這麼吸引法國人 就是說 當初他們譬如說一個最高的國家字眼藍圖 30個科學家 15個人文學家 那對法國工程師來講的話 工程師最突破的想法是 就是我們為何不讓社會運作像是一個大型又科學性的工程 那法國工程那個 法國之所以能夠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就是因為法國的科技跟科學 所以科技其實已經不是只是一個手段想要提高人與福祉啊 人進人選什麼之類的 它其實本身就是目標 那對東亞來講的話 就是說 嗯 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東亞這幾個國家都有一個比較交疊性的脈絡 那就是說 不只是像法國這樣科技更是一個目標 而且目標的手段是對付彼此的 就是說 北海發展河南 核彈或者說 其實 或者說台灣跟南海的經濟競爭 根本就是其實是互相 就是 就是 這個一個交疊的脈絡就是說 這個競爭的脈絡其實是 就是彼此而已 就是彼此而已 所以這個脈絡是更 是更加複雜 那 所以如果看 因為如果說我們講說核能 這麼受到法國人的支持的話 那我們可能要問的是說 核能難道不會比 不會在東亞更受支持嗎 那我們看到複雜危機 那其實某種程度 其實在東亞變成一個轉機 一個轉機的意思是說 不是說核能不見 反而是核能更增強 就是像南海的表現 那或者說骨感 那或者說制服 那個措置 那剛剛美方或者是 其他作者都有提到 那非常困難就是說 在這樣子這麼強大脈絡之下 它是一個就是有政體 然後有政府還有人民 都相信這樣子的發展觀的時候 其實輔導是一個危機 在東亞這個脈絡是非常難捨棄的 那麼 我個人是覺得捨棄其實相當困難 那如果說核能要這樣的科技 是從脈絡來看的話 那我個人認為是 也有一個方法就是說 就是說反核可能 也是要從脈絡來看 就是說如果是以東亞為 一個解釋的範疇的話 那其實我建議的是說 這樣子的脈絡是可以 可以需要我們可能可以做的 就是說 就是不同國家之內的法 可能是需要要聯繫的 必須要共同聯繫 那共同對彼此的歷史 做一個重新的審視 那我想這個傅老師 待會可能有機會 可以幫我們做談一下 那我報告請就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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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